哈囉大家好 我是尾嘉楊哲 歡迎回到我們的新手友善特區 不知道大家上一次有沒有跟著我們的這個超簡單新手5K課表來執行 那大家執行的程度怎麼樣 如果你有順利執行的話 其實到現在看到影片的同時也大概已經過了一個月了 超多人來跟我們拿課表的 我看一下後台好像有四五百個人有來領取這個課表 所以還沒加入LINE 8的人快點加入 那如果你有領取這個課表 我們最後一個禮拜的最後一堂課應該就是測驗一個5公里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完成一個測驗5公里 會對於接下來我們要發布的這個新課表來說 也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我們先來統整一下上個週期大家做了哪些 大部分還是都以一個禮拜輕鬆的快走加上一點點慢跑為主 那後面會搭配一些可能稍微有點節奏的配速跑 可是其實沒有到強度很多 那在上個週期其實老實講我們只有兩種強度 一個是快走 一個是跑步不要停下來的速度 所以沒有很清楚的界定出大家到底該跑多快 所以如果你上個禮拜應該說上個一個月 整個週期執行完之後 在上個週期的最後一週測驗完5K成績 對於接下來我們新的週期來講也會更有幫助 因為我們即將要來迎接第二個月的訓練 那這個月的課表呢 也會使用大家的這個測驗成績 來做一個配速參考的依據 那上個週期只有跑步跟停下來輕鬆快走的這種強度 其實對於訓練來說 刺激可能一個月後會稍行有點不足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界定你的訓練強度 那訓練強度該怎麼界定呢 上個週期如果你有測驗完5公里 我們今天要來推薦大家一個簡單的App 或是網頁版都可以使用 那它可以簡單去界定出你現在的跑步能力 就有點像遊戲等級 你可以了解你現在自己的實力到底在哪 你的慢跑 你的節奏跑 你的比賽配速 甚至是間歇 要用什麼樣的速度來完成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現在 可以試著點下方資訊欄連結 或是你在手機的App Store去搜尋 讓你扩選就是RQ 那你下載完之後 它在裡面呢 會有一個競賽跑力檢測的工具 在這邊 競賽跑力工具 檢測點開來 這邊就會讓你輸入你的一個最佳成績 那我們上個週期 最後一堂課有教大家測驗5公里嘛 所以把這邊改成5公里 那這邊可以選 我先舉例25分 好 檢測出來 下面就會出現你現在的跑力值 跑力值你可以理解它就是跑步等級 那再往下滑 其實就可以看到建議的各區間強度配速 那這個強度配速呢 就會跟我們接下來的這個 課表有很重要的關係 那測驗完之後 你就可以得知你現在的5個 到6個的配速區間強度 但基本上我們現在 for新手使用的這個強度呢 只會用到強度1區跟強度2區 大家可以理解 你在剛開始訓練的時候 其實練太多的速度或是間歇刺激 聽起來好像是進步的大補完 可是對於新手來說 其實這個強度對你來講有點太高了 你的蓋房子之前 你沒有任何基底的情況就一直往上蓋 房子是很容易倒塌的 就跟身體的狀態一樣 你的肌肉狀態不夠強壯 這個時候如果你練太多高強度的訓練 很容易就會造成運動傷害可能 是嗎 可是我之前看那個課表去跑啊 我的那個區間 不是區間越上面越好嗎 以手錶告知你的訓練強度來說 確實是這樣 他會覺得你訓練心率越高 刺激好像進步的越明顯 可是你可以仔細看 你每次訓練完 他會跟你說你這次訓練是 幾點幾是練有氧 幾點幾是練無氧 那我們在剛開始呢 會建議新手 還是以有氧是最重要的努力目標 因為如果你可以堆疊時間 把你的訓練時間拉多一點點 然後把你的訓練強度稍微降低一點點 你比較可以規律的 在一個禮拜訓練多次 然後讓肌肉慢慢的進步 當然如果你一次做很大量的強度刺激 可能是速度刻表的間歇 這種訓練內容的話 對你的進步可能馬上會感覺 哇 提升很多心率從 原本到140 150變到190下 好像進步的很有感覺 但你有可能練完這次的間歇 需要休息五天 才可以繼續下一次訓練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 在一開始先以有氧為主 所以我們現在的課表 只需要看你們算出來的 這個配速區間的強度 一二區 是我們這個週期 這個月的主要努力目標 那我們這個週期的課表呢 會大概以兩週為一個小小的週期 這兩週當中呢 有一個禮拜會練四次 一個禮拜會練三次 基本上就是兩天休息一次 就是跑一天休一天 跑一天休一天 這樣的規例的情況來進行 那以第一週來說 我們會進行四次的訓練 第一次的訓練呢 會以輕鬆的前面慢跑 低強度的熱身慢跑為主 五分鐘的熱身之後 會請你用強度一區的這個配速 來跑30分鐘 那強度一區你就去對照 你剛剛算出來的這個表 它會有一個比較慢的 一個比較快的 如果你今天覺得身體狀況OK 你就跑兩個配速當中 比較快的那個配速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真的跑起來 好像只有一點疲勞 你就跑比較慢的 在這個區間內我們都是定義的強度一區 那只要在30分鐘跑完之後 再做一個5公里 是在講錯了 再做一個5分鐘的環跑 就是第一次的訓練 那這個禮拜呢 會做三次像這樣的有氧練習 禮拜一會做一個30分鐘 那週間禮拜四左右 會做一個20分鐘 那週末會做一個30分鐘的長跑 所以大概就是30、20、30 中間我們會加入一次的 稍微有一點點速度的練習 那這個速度練習呢 是1200公尺三趟 這1200公尺呢 會用比慢跑的配速算是快一點 所以你會看到強度寫Z2 那強度二區呢 大概去對照表去看一下 那這個強度配速呢 一樣 如果你覺得狀況好 就跑兩個配速的快的配速 如果你覺得狀況有點差 比較辛苦 腿很痠 就跑慢的配速 所以這禮拜 總共會進行四次訓練 三次的有氧 一次的強度二區的這個配速跑 1200公尺三趟 那每一趟跑完呢 是燙休 3分鐘 所以你跑完1200 可能是田徑場3圈 跑完之後就原地休息3分鐘 再開始下一次 這樣就可以 那到第二個禮拜呢 我們會在第一天的訓練 就是禮拜二稍微做一點點休息 所以那天的熱身跟收招 一樣是各五分鐘 可是中間的持續慢跑 只跑20分鐘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 第一個禮拜已經維持四次的練習 身體可能有點疲勞 所以第一次的訓練會稍微輕鬆一點 那第二次的訓練 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會做1600公尺的配速跑三次 那強度跟上週一樣 都是強度二區 每趟跑完也一樣都是休三分鐘 可是會從上禮拜的 田徑場3圈 變成田徑場4圈 那最後一次訓練會在週末 這次的週末訓練呢 會把時間拉到一次要跑40分鐘 這40分鐘的強度呢 一樣是強度一區 一樣是前面熱身5分鐘 40分鐘後 再收招5分鐘 那要記得 因為在剛開始訓練啊 你可能不習慣一次跑這麼長 所以配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盡可能維持在 我們設定的配速區間就好 當你超速了 你就會是預知 你未來的體能狀況 所以你前面太快 你後面可能就會跑不完 建議大家 把時間完成 是首要目標 第二個階段 才是來強調我們速度上的追求 所以記得不要超速 穩定完成是最重要的 那第三週的訓練呢 一樣在一開始 禮拜一的時候 會稍微輕鬆一點 跑20分鐘 那這個週的強度呢 一樣是三次有氧 所以是20分鐘 30分鐘 週末一樣會跑到40分鐘 那除了三次有氧之外呢 我們會做第二次的這個 間歇強度 稍微是輕強度的間歇 應該也稱不上間歇啦 強度區間呢 我們會設定在三區 所以比前兩週的訓練來說 都稍微進步了一點點檔次 那距離稍微縮短呢 我們會跑800公尺五次 每次呢 是跑田徑場兩圈 跑完之後 原地休息兩分鐘 那這個配速呢 會從上禮拜的強度二區 進入到強度三區的這個配速 所以可能稍微會變快一點點 但記得你的休息時間要修好 再重新出發 所以這禮拜 比較強度的課表 就是800公尺五趟 還有週末的40分鐘的游氧課表 那最後週的訓練呢 我們會希望大家可以完成 10公里不停下來的這個目標挑戰 所以在這週 我們只會練習三次 前面兩次呢 都是調整 最後一次就是10公里的測試了 希望可以讓大家在10公里當中 可以一次跑完 中間不停下來的情況下 完成這個10公里的目標 那在前兩次的訓練 第一次呢 我們會做一個2000公尺三趟 這個強度呢 相比於上一週的這個800公尺 會稍微再降低一點點 但把時間拉長 比較接近前兩週的這個配速跑練習 所以我們會做2000公尺三趟 每趟強度呢 是強度二區 然後休息時間 也會稍微縮短一點 所以大家在這個2000公尺當中 就會是稍微有一點點喘的情況下 跑五圈 每次跑完五圈可以原地休息一下下 大家跑完2000公尺休息一天之後 會做一個低強度20分鐘的輕鬆跑 讓身體恢復一下狀態 在休息一天後 我們就進行這一週 也就是這個月的小小驗收 目標是在這10公里當中 可以以輕鬆跑的模式來完成 那會建議大家這10公里的測試啊 也不用跑太快 可以先從強度一區開始 那如果你前面幾週訓練已經覺得 哇身體進步很多 那你可以嘗試用強度二區 來進行你的10公里測驗 當然我們的目標是否友善的新手 所以一定是以完成為首要目標 所以大家在這過程當中 不要拼了命去衝這10公里 目標是要輕鬆的有規律的情況 把配速穩定的去執行 最後才可以用不停下來的目標 來完成10公里的測驗 那10公里可以建議大家 中間5公里可以稍微 可能小停10秒喝個水再繼續出發 在現在這種天氣 會是比較良好 對於身體降溫是比較有效果的這種方式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算是微入門課表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索取這次的課表內容 記得到我們的官方Line app下方 輸入關鍵字 微入門課表 這樣才可以用官方APP來發送課表給大家 打錯字就沒有喔 沒錯 超簡單課表是上一次的喔 這次叫微入門課表 那這次的課表週期呢 會主要希望大家可以以完成10公里為目標來努力 當然現在天氣很熱 所以大家在執行課表的時候 還是試身體情況 然後以不受傷為第一個目標來進行 那如果過程中太熱的話也要記得適時的補水 那還有訓練的密度啊 可以以現在這樣的課表建議 如果你覺得太累的話 你是可以中間稍微把一堂課拉下來 一個禮拜至少練三次其實就足夠了 希望這個微入門課表 對於大家會有幫助 也對於第一週期一個月執行完之後 可以完成5K的這些新手跑者來說 可以閒交第二週期 我們一起往10公里的目標來邁進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劉強洋隊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鎖取這個課表內容 也記得到我們的官方Line App 輸入為入門課表 我們就會把這個課表內容傳給大家 好啦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